沒有聊四季 天氣多個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庫曼人對上普希米亞人 最終比賽是T90的白金聯賽 好 那最近呢 在2023年的10月20號 白金聯賽終於正式落幕了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冠軍賽 是Hera對上Miper 那結尾呢 我會放在 放上所有的這個賽事的 比賽成績 那如果不想被暴雷的觀眾 切記喔在結尾的部分 記得要把畫面關掉 不然會被暴雷這個成績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藍方選擇的是庫曼人 那庫曼人的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在封建時代 可以開下第二個城鎮中心 而且封建時代也可以產生衝車出來使用 但是不能照投石車 那庫曼呢 他的射箭廠跟馬舅也是相對便宜的 那他的木牆血量也是特多的 但是他這個血量的加成 由到封建時代開始才會有 所以現在還是200滴血 那庫曼人呢 總體而言算是打一個馬攻 還有落馬路線 步兵路線的話也有槍兵可以用 還是可以 那庫曼人來說他的經濟 算是比較好的 在一些賽事當中 像經濟場或是這種長生之地要塞 他的經濟來說都是不錯的 因為前期的快攻是比較難成功的 但是要塞這一張地圖 快攻是很容易就成功的 所以就不太確定 庫曼這邊是要怎麼開農上去 我們就來看一下 HERA的一個庫曼打法吧 接下來來看一下 波西米亞 波西米亞這個文明的特色呢 是可以在修道院裡面 研發神聖思想跟宗教狂熱 分明是增加村民的聲 村民的血量 還有移動速度 這個兩個效果 都可以用在這個村民上 非常強大的 那波西米亞人的一個特色 主要是火槍文明 他在城堡時代呢 就可以研發化學 增加火槍 也可以增加化學的一個效果 讓自己的工兵變成八共傷害 非常強大 那波西米亞後期呢 還有這個強大的榴彈砲 可以升級 讓火炮變成再更強大一點 弱彈範圍傷害更廣 那波西米亞人 算是一個很進階的文明 整體來說 還是需要靠自己的槍兵的 額外傷害加成 加上自己的火槍 或是強奴 還有自己的榴彈砲 打一個後期選擇 那衝他的寶兵戰車 算是比較堪用的 比較沒有辦法當主力 但是在一些特殊情況下來說 還是可以拿來用的 好 接下來我們來稍微加速一下下 那目前看到 兩邊的長生之處的地形 其實蠻接近的 所以目前 可以猜到 如果 庫曼這邊 要打一個雙TC Kaino的話 他有可能會打一個雙TC 然後插塔騷擾 Viper的一個打法 就是雙TC 然後用這個劍塔去爭取時間 讓自己有這個開農的機會 那這也是比較酷曼 最近比較常見的一個賽事打法 就是你一定要用自己的劍塔 去爭取更多的時間 才能打出自己的雙TC優勢 好 那目前 Hera這邊點下了封建時代之後 補了一堆木材 八個人去挖伐木 正面就去 挖木材 跟這個肉類 但是並沒有去挖石頭 這邊是黃金有去去挖 這邊一個人挖金 不太確定 Hera這邊的想法是什麼 是要打三棒棒裝甲塔嗎 還是要來打工兵呢 塔公公 這都是 可以轉的 這邊還沒有看到 Hera有什麼明確的決定 那現在可能在思考 這邊要打塔公公嗎 還是要打棒棒呢 還是要直接下實踐場 好 實踐場 OK 那就是塔公公 好 那 Viper這邊是打一個直層 24P加2的一個戰術打法 那這個直層方法 不會太極限 也不會太慢 那25P的話 就是一個正常的直層 那23P是比較極限的 那這邊有看到Viper 是有把弱馬藏在這個位置的 這邊就是要來偵查 看對方有沒有把這個箭塔 插在自己家門外面 那如果有看到對方插箭塔的話 就要第一時間去挖石頭 進行反制 好 那Hera這邊是 直接開下雙TC開農 弓辯部分開始在囤 但是沒有去用這個箭塔 開始騷擾Viper這邊了 好 那Viper這邊第一時間升到了封建時代 馬上補下了四級跟兵工廠 準備要來升級城堡時代了 好 補下了一級伐木 好 兩人挖金 OK 配置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農田已經灑了快要五片田 好 四片而已 還沒有五片 好 點下城堡時代之後 Viper現在有兩個打法 好 一個就是打戰車 就是要挖石頭 但這個時間點沒有挖到石頭 就不會是戰車了 那再來就是老頭的部分 升頭火槍 好 這也是波西米亞 城堡時代比較一個強力的打法 而且更快成型 比這個奴兵還要快 因為如果他要打奴兵的話 自民就會下射箭場 那如果他要打火槍升頭的話 待會是會直接下工程器製造所 跟修造院 好 這個打法 好 不然就是3TC開農 反正城堡時代待會的分支有三種 那目前看到的話 已知的三種有一種已經消失了 那還有兩種有可能會出現 好 那四季立國的打法 其實就是這樣子 其實四季立國的分支有很多種 你只要記住 每個文明大概的分支打法 基本上就是十拿九穩 好 那目前看到Viper的打法是 3TC開農的路線 而不是火槍修造院工程器的一個打法 好 那目前看到Viper是宗教皇樂先補下了 增加村民的移動速度 可以增加自己的經濟效率 那康曼這邊則是雙TC開農 然後按了一些工兵防守 並沒有要主動出擊 那工兵的部分呢 是先稍微繞了一下 看一下自己家裡的修造院 好 看一下生物還在不在 好 但沒有看到修造院 有產出老頭去撿生物的跡象 那康曼這邊點一下輪走技術 那Viper這邊是開始追趕對方村民數量 現在是47村 對上33村 村民差距約為14村左右而已 好 那康曼這邊點一下輪走技術 讓自己的經濟更好一些些 按3TC開農速度其實很快 即使對方工兵出來 自己用投石車或用老頭 還是可以擋得住的 那這邊可以考慮的是 要不要直接按奴炮 而不是投石車 因為奴炮的黃金需求量更少 而且現在Viper沒有更多人在挖黃金 按了老頭的關係 所以並沒有辦法馬上按下投石車 奴炮的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那分成到封建時代的庫曼 木牆來到3333低血 木門的話則是533 血量來說算是偏多的木門 跟木牆 好 那庫曼這邊也點下了城堡時代 那這邊先點下了一個工程機製造所 這也是庫曼的一個特殊能力 這個先點一下工程機製造所 搭配城堡時代 就可以產生自己的投石車或奴炮了 好 決定要從上方打路 老頭想要著想落馬 但是背後放著工兵追趕 補下了戰車 OK 對 這邊出戰車可以擋工兵的 還不錯喔 因為戰車這個單位 要用投石車打會比較有效率一點 因為他有胡斯派戰車的裝甲 對抗投石車的時候會有吃到額外增傷 大概每一發是32滴左右的血量 所以投石車打一發 可以打大概快要60滴血 還70滴血的樣子 所以投石車是最加緊的一個方法 好 這邊看到投石車出來 能不能 炸到一發大丸的 OK 戰車在這個時間點壓力很大喔 唉唷 直接躲掉了投石車的傷害 哇 白馬這邊細節控制 哇靠 他要80滴耶 哈哈哈哈 670滴沒錯喔 跟我計算差不多 OK 但是貼得很近的話 投石車就不能攻擊 投石車就只能被這些戰車給壓制住 那胡斯派戰車這個打法喔 算是比較客製工兵的路線喔 那這個打法只能用肉馬 或騎士喔 還有這個投石車喔 才可以有效壓制的 不然就是要點出救贖思想喔 但是庫曼這個文明喔 救贖思想是沒有的 所以他的招翔工程器單位是比較弱一些些的 所以遇到戰車會顯得有點無力喔 好 庫曼這邊繼續往前衝刺 喔 不是庫曼 喔 是這個波西米亞 那庫曼這邊呢 就是點下了一級攻 要來生產更多的肉馬 那我覺得投石車喔 還是要再繼續出喔 不能就這樣停了 好 火防狗兵想要秀一下 老頭往前 好 結果Viper的打法喔 是打一個戰車 配上老頭的路線喔 那這個打法更進階一點喔 這個是... 不太常看到的 但以堪曼來說的話 也不會落後於人 那確實喔 出現在村民宿是78吋 對上77吋 好 目前看到均勻直接下了兩個 準備要來轉槍兵喔 好 但是有非常多的肉馬 開始往前推進 好 第一時間收掉被招牆掉的肉馬 老頭第一時間死去 但是現在非常多肉馬 開始攻擊戰車 有沒有看到戰車遇到 對方的肉馬的狀況 就會變成這樣子啦 喔 沒有辦法 因為戰車攻擊速度太慢 雖然打肉馬也是有傷害 但是射的子彈速速實在是太慢了 要解決這些肉馬的效率喔 並不是很好 OK 好 這邊衝車繼續頂掉 外圍的工程器製造所 好 投資車出來 衝車應該是來不及跑了 好 波西米亞點下來槍兵升級 那波西米亞的槍兵喔 額外增傷效果是遊戲裡面最高的喔 所以對付戳對方的遊俠啊 或者是肉馬 效果都是非常優秀的 好 這邊再補下了第四個城鎮中心 開農 經濟量來說 庫曼這邊還是有領先 96吋對上92吋 肉馬繼續往前噴 但這邊有兩隻槍兵在前方 讓庫曼這邊有點猶豫 要不要上前收掉老頭了 那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想要上去收掉 但這邊的肉馬的血量有點慘喔 看他們要補個老頭 把這邊肉馬的血量拉小 再去打個一波喔 會更好一點喔 好 結果這邊 竟然Biper拿了聖物突然往左邊走 哇 這邊有點尷尬 這邊應該是又自動拿聖物 然後挽回點修道院 但他修道院的方向實在太左邊了 所以這邊老頭一拿完聖物就往左邊走了 OK 直接送掉 好 那我們來到看到正庙 這邊使用投石車加上弓兵 還有少量的肉馬開始往前 解掉了一些戰車的數量 投石車再往後打一發 再換掉了一台戰車 戰車這邊還要再投了一發 打後面一次換兩台 沒有問題 這根城堡能夠順利的蓋起來嗎 戰車努力 要努力一點先去打對方的投石車了 OK 砲彈繼續往前發射 殘血的戰車是3D 肉馬過來解一下 OK 解掉了 這個城堡最後還是優秀的蓋了起來 Biper這邊是打的一個是戰車狂洗流 後續的搭配打法是配上老頭 還有槍兵的路線 那到了地用室代 當然就是轉出火炮來了 好 這邊看到非常多的戰車跟長槍兵 開始往前衝刺 好 直接保壓 老頭有要繼續補嗎 沒有繼續補 那為什麼 迫失一秒要補老頭 稍微解釋一下 因為老頭可以點下這個475 救贖思想 招搶對方的投石車 因為庫曼這邊最害怕的東西 現在就是只有投石車而已 槍兵的部分可以解掉對方的肉馬 但是目前Biper並沒有打算轉出475 是先點下了帝王時代 那Hera這邊也是點下了帝王 還有手推車 好 這邊這根城堡 蓋的有點極限 應該還是能蓋好 OK 刷了所有戰車 蓋在這個位置 那這邊金礦 就不能繼續挖掘了 這邊要花非常多的村民去打這個戰車 村民可能會損失掉一些 因為戰車打村民的傷害還是很高的 而且戰車坦度也不錯 OK 最後還是用大量的村民收掉了這些戰車 好 下方的戰車又再次突入了進去 現在是山洞城堡 狂出戰車 補下了化學跟步兵的鎧甲 擴曼則是點下了二級農田 但有一些農田還是被騷擾到了 好 這根城堡又要是再次蓋了起來的話 Hera可能會有經濟上的損傷 如果深入到這個地區的話就很尷尬了 好 當然Hera這裡沒有補下更多的投石車 而是用漏馬跟村民去解 這就有點怪怪了 所以資源量來說是可以按下非常多的投石車 但可能是在考慮 可能百本經典下的救贖思想 出了太多投石車去投資的話 可能會得不償失 所以目前Hera的想法是趕快升到大漏馬 用漏馬去解決 也可以同時針對對方的破西米亞的老頭 那破西米亞的老頭到了帝王時代 只要點下胡斯派改革的話 老頭的部分也不需要黃金 所以後期其實 打出了老頭也不需要耗費太多黃金 怎麼Hera突然投降了 哇 這一波 VIPER時間使用連環寶 插爆了庫曼的陣地 最後只能打出GG嗎 但這一波投降得有點快 但我覺得VIPER這個戰車的打法 打得還算是不錯的 確實我壓制到庫曼這邊 讓他的經濟有受到損傷 那後續帝王時代化學也升好 馬上就可以出出火炮 火炮一出來之後就會慢慢被推進了 確實是有點難打 那真的要打得贏的話 庫曼要轉出大量的遊俠 還有這個清茶才有可能打得贏 清茶的部分要去打前方的槍兵 這個操作流程會比較困難一點 那這邊還要遇到後面的這個榴彈炮的問題 所以後期的庫曼是有點難抵抗Porsimia的 存型的這個戰車配上槍兵 還有後期的榴彈炮的一個壓制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 庫曼這邊拿下食物跟木材勝利 黃金則是Porsimia然後獲勝 石頭則是也是 那食物跟木材方面也沒有差距太大 因為Porsimia後期的經濟效率實在是太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村民的移動速度 是這個1.11 那庫曼這邊則是0.97而已 有手推車的情況下差距就差了這麼多 所以Porsimia後期經濟其實也不會太差的 那看軍事的部分 軍事的部分是Porsimia這邊拿到1.29的KD值 KD來說還算是蠻漂亮的 總結來講Porsimia這個單位 還是要用投資車來擠 會擠得比較快一點 但是要思考到對方可能會投資475 就屬思想情況下肉馬跟大量步兵 可能還算是一個可以考慮的範圍內 當然最佳解法還是要用投資車 那這個部分就是有個死胡桶了 好 那我們影片的最後呢 有這個T9裡的白金聯賽的 最後冠軍的得主事實 那我們會放到結尾 不想被暴雷的觀眾 可以在這邊先關掉影片了 那我是Leo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